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不仅养不活花 而且更养不出花卉爆棚的效果 今天我就和你分享我自己的养花经验 那是因为没有选择非常常见好养 容易爆棚的花卉来养殖 在养花这个大坑里 花了很多时间精力摸爬滚打 而且交了很多学费以后 现在我养花的原则是 只养常见好养的花 并且要花期长 耐寒 容易爆棚的花卉 今天我就向大家推荐一种 新手也可以养爆棚的花卉 它耐寒 花期长 非常容易打理 而且不择土壤 耐贫瘠 它开起花来就像覆盖了一片白雪 几乎看不到花叶 爆棚的效果非常好 其实我是偶然发现了这种花卉 在我散步的时候 我喜欢观察路边的花卉和别人家的花园 在一次散步时 我发现了岩石边上长着一大层白色的花卉 开得非常茂盛 而且下垂到了岩石边 这里根本无人打理 我想这种花一定非常强健 后来在逛花卉超市的时候 我发现了它的身影 毫不犹豫地把它买回了家 没想到它在当年就开出了爆棚的效果 后来我才知道这种花叫曲曲花 这株小苗当年春天就开买了花 在进入冬天以后 我更是有了意外的发现 原来它居然不掉叶 而且叶子保持长绿 居然是长绿花卉 我最担心的就是花卉过冬 因为我住在波尔多附近 这里冬季的最低气温 可以达到零下五度 一般在零度左右 而且除夏季外 三个季节都容易降霜 一旦降霜 很多花卉都会死光光 本来寒的花卉都得静温室 过冬打理非常麻烦 但是曲曲花不为银寒 这是它今年春天开花的效果 这是它的第二年 花期和玉金香葡萄风信子同期 它的花期更长 有整整一个月 见它不用打理就开得这么好 我才去查资料 得知它叫曲曲花 又名风式花珍珠球 是十字花科曲曲花鼠 是一种欧洲原产的花卉 它和我们常见的白菜萝卜是亲戚 它的花朵有三厘米左右 由无数的花朵聚集而成散状 既像风式又像珍珠 开花时有一种淡淡的蜂蜜香味 曲曲花有三十多个品种 其中一些色彩丰富的品种是一年生的 白色的品种一般为多年生长绿品种 白色的长绿风式花和岩石风式花 喜好贫瘠干燥的环境 高度有三十厘米左右 宽度可以长到四十到六十厘米 花色虽然只有一种纯白 一朵一朵的花很小 但一株植物上有成千上万朵小花爆发式的绽放 集中成巨散状 盛开之时 仿佛白雪覆盖一般 效果壮观 这会让养花新手小白家暴盆党 得到极大的成就感 地栽很适合岩石花园、花坛以及花茎 也可以盆栽 株株花虽然耐贫瘠 但是最好用丰富腐质制 疏松而排水良好的土壤栽培 可以在土壤里买底肥 但是不要接触到它的根部 盆栽的话 在土壤里加一点核沙和腐质土 春秋季节 薄肥禽湿 浇水渐干渐湿 干旱高温时可每天浇水 株株花虽然耐寒 但是既炎热 因为它是温带的植物 所以在夏季平均气温37度以上的 亚热带和热带地区 不适合养株株花 需要特别注意的是 株株花是特别洗阳光的植物 必须把它摘植在阳光充足的地方 最好是有太阳直射 如果把它养在光线不佳的半阴处或阴处 它会生长不良 也不会开花 薛株花的分支性很强 在它的生长季节 不用为了促进分支和开花 而进行剪支和栽心 它自己会长成尼尼妈妈的一大团 它的花会沿着花茎 逐渐由下往上开放 花茎大约有15厘米左右 当花开到顶端时 这时它的花季就到了尾声 花色会变成浅紫色 这时候我们就需要剪去藏花 以节省它的能量 促进下次开花 因为我们不需要它接种 它的繁殖大多是依靠分支法繁殖 营业包棚的株株花真的非常好养 你也试试吧 相信它不会让你失望 我们也有点试试吧 我们看了 我们看 这会是促进行的 试试吧 明镜需要有关 明镜需要有关 我们再往下